而且說到拜登聯合民主國家或者是西方是對付中俄 其實把俄羅斯說在這裡是比較勉強 一方面俄羅斯對美國和歐洲的威脅跟中國的威脅 已經是可以說不成比例 十分之一都不到 實力也不足中國的十分之一 另外關鍵是這次在拜登的行程上 最後一戰是跟俄羅斯總統普京會談 這就完全抵消了所謂對付俄羅斯這個一個說法 所以在整個行程中 他的三大任務 剛才張博士也講到了 實際上是針對中國 就是共產中國 因為英國已經脫歐 它的第一戰是英國 就是聯姻至終或者聯姻對終 然後是歐洲是七國峰會 而七國峰會不止七國 它還另外有三個觀察國出席 就包括印度、韓國和澳大利亞 這裡面就是兩個聯盟的重疊 一個是七國聯盟 再一個是亞太四國聯盟的重疊在開會 再接下來就是北約的峰會 對 而這次的報導中強調 北約的峰會中的憲章第五條 就是一國受到攻擊 整個北約就認為受到了攻擊 要一體的反應 所以這是對第五條的一個強化 所以這次形成最終的目標 不管是呼之欲出還是說明說還是暗說 它的整體戰略目標都是針對共產中國 再加上剛剛張博士已經提到日本、韓國 為什麼日本、韓國 就是因為是近距離的 在中國外圍的美國最堅定的盟友 所以首先是日本 然後是韓國 然後是英國 然後是歐洲 這個路線圖的確很清楚 就體現了民主黨的戰略 跟共和黨是各有鞦韆 但是大家的方向和目標都是一致的